5月是亚太裔传统月 总统拜登4月30日发表声明赞颂亚太裔的历史和成就 并且承诺将继续帮助亚裔对抗种族歧视和不断上升的暴力袭击 拜登在声明中表示 过去的一年充满痛苦和恐惧 直此亚太裔传统月之际 我们回顾亚太裔社区一直以来展现的领导力 韧性和勇气 并重申我们致力于亚太裔争取平等的奋斗 拜登表示 亚太裔通过文化 语言和宗教的多样性 使美国更加充满活力 我们所知道的美国故事离不开亚太裔的力量 贡献和遗产 他们的每一代人都帮助建设和团结了这个国家 拜登表示 从建筑铁路 耕种田地到创立企业 亚太裔社区深深植根于美国历史 他还赞扬亚太裔在文化 艺术 法律 科学 技术 体育和公共服务方面 做出的宝贵贡献 包括在新冠疫情期间的一线工作者 拜登表示 尽管亚太裔取得了很多成就 但是仍然面临很多挑战 对于太多的亚太裔家庭来说 美国梦仍然遥不可及 亚太裔社区在经济正义 健康平等 教育和人身安全方面面临着系统性障碍 拜登还提及了疫情期间反亚裔暴力事件的不断上升 许多亚裔社区感到越来越恐惧 现在越来越多的仇恨情绪 直接针对亚裔的女性和老年人 我们国家继续为亚特兰大事件装备 无辜杀害的6名亚裔女性哀悼 并为全国各地亚裔老年人遭受的暴力行为感到悲痛 拜登称 反亚裔的偏见行为是错误的 它是违反美国精神的 必须停止 政府将继续与亚太裔社区并肩谴责和防止这些暴力行为 我们将继续寻找机会 共同疗伤 并与这个国家仍然存在的种族主义和仇外心理作斗争 拜登说 亚太裔社区面临的不平等现象 源于美国历史上对亚裔的排斥 歧视 种族主义和仇外心理 亚太裔经历了漫长的不公正历史 包括1875年的佩奇法案 1882年的排华法案 二战期间对日裔的监禁 成果人谋杀案 1989年针对东南亚难民儿童的枪击案 以及911悲剧后对南亚移民 特别是穆斯林 印度教或者希克教徒的袭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